因為全球性反洗錢查核 要六月後才能安排匯出 不好意思 那現在幾月 五月而已啊 其實現在所有的說法 他們對外的同意說法 都是繼續延後 一直拖延 那現在實際上的狀況 就是拿不出錢來的 你現在丟多少錢來你丟 600 世界上不會存在高配息跟保本的東西 只要講到保本 99.99% 都是詐騙 所以就是也不會有錢下來的意思就對了 對對對 好 這樣我了解 謝謝 我剛剛上完課嘛 然後在跟撞閒聊的過程中 我就跟他報一個好康 就是我一直呢 把一筆錢放在 每年有12%的配息 而且絕對保本 他就跟我講說 我絕對是被騙了 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非常不能接受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怎麼可能被騙 就是連我的 連我叔叔都放了好多錢在裡面 而且他是有固定拿回錢的 就是知道怎麼騙 然後反正我就決定把這個紀錄下來 就是大家來評評理 而且說不定 你們到時候也可以去放這12% 對啊 這應該大家都可以放吧 你被騙 這位被我打了馬賽克的男人 是安娜的叔叔的好朋友 畢姓吳 吳大哥以經理人的身份 跟安叔叔 海蛙疾病無疾類海外套利基基 驚嘆哦 然後接下來四年裡 安叔陸陸續續丟了2000萬下去 你沒聽錯 2000萬 不過安叔這四年都有委定的條例息 於是安叔也推薦給了安娜 吳大哥讓安娜提供資料後 連幫安娜註冊好了這項投資項目 吳大哥 反正我叔叔放錢進去已經放到幾年了 然後他每年真的有拿到12%的配信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所以我也把錢放去幹嘛 就是他雖然配12% 但你知道他買的東西是什麼嗎 不知道 沒關係 不知道沒關係 不知道 好 繼續 之前反正就是我爸爸也幫我存了一筆錢 然後最近解了嘛 解開之後 就決定把它放進去裡面 然後也是固定每半年拿6% 剛好兩個月前應該要配洗下來 可是我還沒有拿到錢 但是他是講說 是因為什麼 最近有個洗錢的防治條例什麼 所以會比較晚配 然後他就馬上跟我講說 你一定被詐騙了 好 你被騙了 我先簡單跟你講一下這件事情 其實全球在這二三十年 其實都有類似的案例 反正他們都是跟你說保本保鞋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聽過 就是我聽到很多上次衛公司老闆 也確實都投了這個東西 用一個很簡單的邏輯來講 如果有一個東西 能夠保本還每年配12%給你 那你去銀行借錢要幾%的利息 2% 2% 那全部人都去借2%利息 放到12%的產品利 那中間都會賺4% 那為什麼銀行不自己去做這個業務 但是他是跟我講說 他們這個管道 就他們有一定的份額 表示就是2億好了 這2億就是分配給他們的客戶 就是VIP客戶 所以只有VIP客戶 可以有這個投資 可以有這個投資的管道 為什麼這件事情這麼多人被騙 還包含醫生大老闆 跟像那些高階的工程師等等 為什麼他們會被騙 原因是因為他真的有給你錢 你一開始投200萬 喔我就配息給你啊 我真的拿到錢 你會怎樣 把200萬拿出來嗎 喔我賺回200萬 我把200萬拿出來嗎 不會 你會再投400萬 再投600萬 再投1000萬 因為我聽過一個醫生 也跟你同樣的狀況 剛被騙 哪泥 他投了8000萬 還自己去借錢借了4000萬 用房貸 他總共投了1.2億 全部被拿走 他跟我是用不投入的 本丁全部被洗走 呃類似 基本上是一樣的體系 上次我問他的時候 我還有LINE的對話 因為全球性反洗錢查核 要6月後才能安排會出 不好意思 那現在幾月 5月而已啊 其實現在所有的說法 他們對外的同意說法 都是繼續延後 一直拖延 那現在實際上 狀況就是拿不出錢來的 不然你現在打電話給他 不然你現在打電話給他 你直接問他 就是說為什麼錢都拿不出來 我可以先拿一部分 嗯 我可以 這邊先事前跟妳講 他決定會都不行 他一定會用各種理由 各種法規去拖延 你現在丟多少錢 600 600萬 那不少 那不少 對啊 那時候我爸給我這輩子的 所有錢 加價 走 我還沒嫁出去喔 我還沒嫁不出去 因此 其實我老實跟你說一件事情 你們可能是親戚關係認識的 但他不一定是真的要紮配你的錢 因為他可能自己的錢也放在裡面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他們要的就是你的本金 就是不管10年15年之後 他要的就是大家全部的本金 等他覺得 他的這個資金規模到一定程度之後 就全部捲走 那你看這個你看這個 這是他那時候給我的那個 這個我也會做啊 這個圖怎麼可能 這個是上面還有這個 就是 名稱什麼都寫好 然後他上面寫 喔投資期兩年 對所以我還沒買兩年 我怎麼拿出來 你可以看他投資什麼東西 他完全寫不出來 因為他就會直接跟你寫 我是利率超零 跟我是貨幣超零 可是套什麼利 買什麼商品 他絕對不會跟你講 因為他講不出來 其實我剛有看到你投的東西啊 就是 你投的那個叫做CCIB 他就是那個奧峰旗下的 其中一檔基金 台中貴婦買的意義多 基森工程師老闆 其實都有去買 你現在能做的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要再投錢進去 怎麼辦 好像是真的欸 世界上不會存在 高配息跟保本的東西 因為只要這個東西一出現 所有的資金都會往那邊流過去 所以我覺得大家去判斷 是不是詐騙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保不保本 只要講到保本 99.99% 都是詐騙 這樣還有拍嗎 我認真說 我覺得人都要被詐騙過一次 只是看那一次發生在什麼時候 你看他這個 App裡面第一頁 第一個公告就是 最新贖回集會款安排 你看他這樣寫 他說 所以我今年11月有可能可以把錢拿回來嗎 沒有 他就會一直拖延 然後最後整個公司會不見 那現在怎麼辦 那我現在覺得旁邊地下很重 我在一個 賠好幾百萬人的旁邊 我覺得你演得不好笑欸 對反正我就拍下來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可以借鏡這樣 然後不要再被那種什麼保本的 對保本 高配息的商品 不要相信了 不管是叔叔伯伯 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都不要相信 我就努力把這錢賺回來吧 我之前有跟你講到說 因為平台我們從去年開始就是被人家常翻期間 可是現在平台等於是說整個音作都會 究竟什麼都會有暫停的動作 所以我現在是拿不到利息 配鞋也拿不回本金嗎 因為他一直跟我們講說 國外的記憶平台一直跟我們講說 他沒收到記憶件 那他們的錢被凍結 他現在都不能夠去動 那這樣的話 我一直跟我們講說 那我哪時候才可以再用這些錢呢 好那我現在想要問的是說 因為其實我有看到那個新聞 我在想說 對是不是就是 就是 如果真的拿不回來這筆錢 我想要直接知道 我不想要被這樣拖著 所以就是也不會有錢下來的意思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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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我了解謝謝 不要ən провер sorta 因為不是這麼容易的意思就對了 不要讓我來看下去 因為你應該是在公在內心就對了 然後我讓我去找到地方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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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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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你 我是我愛你 我 1 2 2 3 3 3 4 5 6 7 7 8 8 9 10 10 11 11 12 13 14 14 15 16 16 16 17 17 18 19 22 好 可是气啊